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是补充一点关于我们水电发展的一些情况 简单的说一下 我讲的这两个内容的话 作为我们课前的一个补充 首先是对这门课的一些特点性质做一点说明 我们这门课是专业必修课 应该说我们现在刚刚是大三同学 大三同学在这之前 大家说接触的课主要是两种类型 在一年级的时候主要是接触了一些基础课 像高速啊包括物理方面 这都是基础课最基本的 基础课学的目击主要就是为了专业技术课打赏基础 打赏一种服务 那么然后我们又学了专业技术课 专业技术课像我们所学的流气力学 也叫工程流气力学 包括机械理论 还有像力学 像财而力学等等理论力学 这都属于是专业技术课 专业技术课它的目击主要就是为专业课打赏一个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大学里边 所学的课程的性质主要是三种 一种是基础课 一种是专业技术课 还有一种是专业课 那么水灵机这门课是我们进入大学里边的第一门专业课 专业课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工作以后打赏基础 这是我们显谈的第一点 而且也是一门必修课 是我们在这个专业里边重要的一种必修课 教学的目标总的是这样的 使我们的学生系统的来掌握水灵机的内容 包括水灵机基础的一些内容 像水灵机的一些类型 水灵机的一些基本的结构 工作原理 空话空实 相似理论 以及水灵机的选生设计等等 在这个课程里边都要详细地来介绍 从而为我们这个专业 毕业设计打赏基础 从而为我们的学生 今后走上工作岗位 从事水电站主体的设计 研究 检修 运行管理 打赏一个良好的基础 下一点就是我们的要求 刚刚谈到这门课是我们进入大学以来的 基本专业课计课 那我们这门课采用的教学方式 主要的是以课堂讲述为主 另外我们也会在中间 穿它一些讨论课会针对某一些内容 某一些重点内容 然后做一些讨论 做一些或者是一些答疑 另外我们在这个课完以后的话 还有一个是课程试迹 另外在中间我们还想安排一个环节 一个是实习 教学实验等等 那么应该说我们这门课重点是 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和科学创新的 这么一种能力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个课程的话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布置了一些参考文献 另外我们这门课程的话 还有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站记一下 这个网站我们在当时是08年建立的 在我们河海的R-I 河海的这样一个网上 因为它这个斜杠后面 是一个精品课程 2008 然后这个是精品课程的第一个字母 然后括弧这边就是 水灵机的第一个字母 所以这个大家将来可以在网站上 可以来浏览 这里边网站里面内容也比较多 里边有课件 然后有相关的一些 我们水灵机里面的一些 各个方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内容 相关这本课的参考文献 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本书 是刚刚出版的 是我们高等学校的一个 统编精品教材 这本书是我们08年在北京 开委习会 就是对我们热动专业的水动方向 全国大概是有个时代所吧 像我们在这个书的封面上 上次六个老师是六个学校的 陈德鑫他是华北水电学院 余波是武汉大学 梁吴克先理工 最后名是四川大学 赵立鑫是东北的一个 也是一个学院 一个有自己的老师 第二版是纪生林老师 和刘国祝老师主编的一本书 这本书相对比较老了 是85年出版的 还有一个是第三版 是97年 刘大凯老师主编的第三版 另外我们前面 在你们之前 我们用到的一本书的话 是水电车版社的 是07年 那本书相对来说篇幅少一些 后面主要的是前面三本 后面也是类似的 包括有一些是水电站里边的水灵机 灌类水灵机的 等等 这个大家放在看一看 还有一个是水电水电的 一个常进师老师编的一个运行 这里边还有一本书 编的内容也比较好 就是十四 就是武汉大学 余波教授主编的 是水电水电出版社 水电机运行 他这本书里边内容也比较丰富 这是我们准备探课文献 因为我们这枚课是 一共是两个学费 两年五个学费 四十个课时 所以我们新编的教材 它包括有这么一些章节 第一章主要是一些水电机 这些基本的一些内容 包括水电厂水电机 工作坛数等等 这个我们就不相信展开了 第二章是水电机的工作原理 这一章的篇幅不是很多 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介绍水电机 是如何去工作 工作原理 第三章也是水电机的理论 空化与空实 第四章是水电机的相似理论 第五章 水电机的特性与特性曲线 这个是为后面的水电机的选生设计 打基础 第六章就是选生设计 我们在这个课完了以后的话 专门有一个课程设计 那么主要就是搞选生设计 另外还有画图 那么后面主要就是介绍水电机的一些布建 像以水式窝壳方面 还有导水机构 转轮 还有一些围水管 这都是水电机的一些布建 等等 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运行与检修 包括水电机的一些新技术等等 这是我们总的这样一个内容 实验环节 课程设计是放在最后 这是介绍的第一点 就是跟课相关的一些内容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下面介绍第二点 关于水电能源的发展的前景 一个是国家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一个院长 一个燕之勇这个院长 然后他的这个画 过去大家可能会谈到水电 我们这里边要了解 尤其是我们搞水能力用这个专业 水电在动力装置这个专业 我们都知道它的装机容量 过去我们在大概在建议前 我们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描述 所以我们的水电 就我们国家的水电 有一个是四五六三个树 所谓四的话就是 比较经济的可以开发的 就是开发出来花钱比较少 大概是四亿千瓦 然后从技术上可以来开发的 大概是五亿 那么它的整个的储存量 大概是六亿 当然这个是大概的一个笼统的 那么现在的话 中国进一步的一些论证 或者说科学技术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它在这儿的话 它提到了水电装机容量 可以超过六亿 具体的它在里边 它是这样来谈 它主要是谈到了西藏这一块 那么我们在对水电资源 这一块里边的一些情况 我们是这样来看的 大家都知道水电的资源 非常的丰富 我们总的资源是具世界第一的 但是目前我们开发的程度是多少 应该说是大大的基于发达的国家 第二点的话 我国的水电资源的分布的特点 大家也要知道一下 一个是我们集中的分布在西南 云贵川 现在的话包括是西藏 那么这几个地方 应该说它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 那么从而我们设计 更有利于建造一些大型的水电站 实际上大家已经知道 现在我们在西南 建了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水电站 都是这种巨型的水电站 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 这是第一点特点 第二点的话 是我国它的这个水力资源的话 它是一个是风水期 一个枯水期 差的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枯水期 它的水量只有全年的2%30% 因此这样的话 就需要我们去建设一些 更大的一些水库来进行调节 所以那个总院的这个宴下 他谈到 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 研究的深入 他谈到的技术开发的装机容量 会超过6个亿 这个数就比原来提高了 一个亿千瓦 我们后面是一千瓦 过去是指的是5个亿 那么他现在谈到的是6个亿 大家可能都知道陆宇梅 陆宇梅是河海的校友 原来是三峡总公司的总经理 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那么他有这么一个描述 他在这儿谈到是这样 他因为中国的水电的装机的目标 应该致力于5亿千瓦左右 在这儿的话 致敬了一个2020年 3亿千瓦的一个目标 这个数对大家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在这儿再看两个数 当我们国家水电突破一个亿的话 是04年的7月份 04年 就是大家记忆一个大数 就04年的时候 我国的水电是突破了是一个亿千瓦 那么现在实际上到去年 已经突破了是两个亿了 大家可以看出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的话 它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 那么现在的话就提出来了 2020年是三个亿 实际上我看了另外一个资料 就发给委一个资料的话 他谈到了2020年要3.8个亿 那也就是说 他肯定是不会少于三个亿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张国宝 大家这个人名 大家应该知道的 他是发改委的副主任 同时兼国家能源局的局长 张国宝 那么他在这儿的话 他也有一些描述 他因为水电的发展的话 后面还是要大理发展的 在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 也明确地提出了水电发展的目标 水电的发展的话 那么他也提到了 在今后的话 要大规模地来去开发 西藏这个地区 这个跟前面也谈到了 为什么这样说 西藏水资源的技术 可开发的容量 是1.4亿天网 但目前是多少 目前是80万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张国宝他这样说的 他说2020年水电的容量 将达到3.8个亿 跟前面的陆有煤还不太一样 应该说发改委是我们 那个行政部门里边应该是最高的了 所以他这个话 这个数的话 我也想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数据会不一样 就是以为我们发展的确实是很快 如果要我们要是搞封建 那就更是了 封建的话 那么他每年要去修改这个计划 因为每年都比原来的计划都要多 但是我感觉这个数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他在这儿 骑到了三年八个亿千瓦 他这儿是这样 明确了两块 一个是常规水电 就是我们的西安江 福山江 三峡 这种常规水电 大概是3.3个亿千瓦 抽水蓄能 五千万千瓦 所以在今后的十年里边 抽蓄是一个大的发展的一个 那个就是方向抽水 抽水蓄能 大家可能也知道了 像我们抽水蓄能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中间要安排一次 到千木湖 到丽阳千木湖那边去参观一个沙河抽水蓄能 就是因为抽水蓄能发展很快 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而且现在广大的学生 更愿意去的是抽水蓄能建站 因为抽水蓄能建站 它都是新建的 而且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人员比较少 那么将来各个方面就比较好一些 所以这个数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 只要有序的开发利用水电 这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要有些同学关心水电 可能会有些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可能在媒体里面也谈到 说我们搞水电是跟环境 就是有些对环境可能是带来了 那个不利的一个因素 肯定大家会看到 像在09年左右 那个时间里边 水电受到了很大的发展 很多准备开工的一些水电 后来都是由于 就是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 说开发水电会破坏环境 所以全部被停了 那么从去年开始 又开始要放松了 那最主要的是 实际上我们在提到的这个水电 就要合理有序的去开发 什么叫合理有序的开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福建里面有些小水电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 一下有些小水电 它本身所谓小水电 中小水电 它是在一个合理里面 建了很多的一些七级的水电站 在没有建之前 连那个河流的水都是从上流到下面去 水都是很干净 那么它建了以后 有很多它的建都是一种是 给它拦截式的 饮水式 建了一个建了 把那个坝一建以后 把那个水给它断流了 然后水从旁边移走 所以很多下游 就是那个建站下游的一些居民 它看了一个河 它没有水 它把这个水的话 它为了作为搞水电的来说 它为了尽可能的多发建 然后它就是把水的话 然后充分的来利用 然后它搞得一几点不剩 然后从边上给它引走 然后把那个水引到那个水电站里边去 然后再从下面再游 就有一段距离可能就没有水 那么这样的话 你想想一个河流里面 如果没断流了 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环境 会带来不好处 尤其是有些居民 引不上水 或者用水就不方便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 其实要有序地去开发 要在环境保护当中 保护中开发 或者说在开发中保护 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说水电还是要大力发展 尤其是我们国家提出来 一个节能减排的这么一个任务 大家这个都知道的 那么实际上节能减排来说的话 仅仅靠可载时能源当中的封建 或者是太阳能 那是不够的 大家知道 这个如果你们要是注意的话 也知道封建的话 它实际上的话 它这种能源的话 虽然说现在在很多地方 包括我们江苏的沿海 包括内蒙 包括甘肃等等 都大力发展 但是它那种风向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一种随机性很强 没风就没建了 所以它也有的人说 是一种垃圾建 那么也有的 反正这种建 它的这个就是 对建网的冲击比较大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多像内蒙 包括甘肃的九泉 我们去年也去过 它发射的建上不了网 就有建但是它不能用 或者说那个地方的话 它不能并网 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建 本身这个特点 而我们水建不一样 所以我们水建 它这里面有这么些优点 所以还是要 后来进一步的来分析的话 我们国家还是要 其实来要大力发展水建 争取我们将来水建 总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程度 要跟发达国家 要差不多这样一个水平 跟中等的发达国家 大概在60到70左右 所以这就意味着 中国未来将面临着 新一轮的高强度的水建开发 好